各位亲爱的嘉宾 作为马化总会长 今天特地抽空来为我们的大都张修福打气 修福今天的这个对手 也就是我上一届的对手 我刚才用国语支持的时候我讲什么 这一个人自己讲的 上一届黑水之战 他要做出改变赢得黑水 我们就会赢得政权 结果他为差落败303张票 他当天说 我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我会卷土重来 再次挑战魏家祥 哈喽 今天魏家祥等你 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这一句自己讲的话 自己都做不到 你还期望他为人民做什么 对吗 对 你记得当时找疑问事件吗 最经典的 他骂心中的报 惊弓之鸟 哈喽 不懂什么鸟话来的 惊弓之鸟 当报界把这些新闻写出来的时候 代表着民意基础 代表着华团怎么来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当时你看看哪里有一个马华的副教育部长 包括魏家祥赶叫董教总的领袖来到教育部 没收电话 各位 只有行动党的年代做得到 对吗 你再看看 马哈迪怎么说 马哈迪说我做首相将多年 二十多二十二年 从来没有说马华或者 马华要求或者马华绝对不会接受 我们用找疑问推广在华小里面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的首相讲的 他说我不知道我这些西门的人做什么鬼的 他这个录影片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他讲什么 是他们这是要做 明知这个是行不通的 不可能叫我们华人去学这个找疑问 学来干嘛 不是要念我们的这些可兰心吗 各位 这是敦马讲的 这句话拿出来 再放多一次让他们听 所以当时他讲什么鸟话 什么 惊弓之鸟啊 所以你看这个人 每一天骂着这个华文豹 又是华文豹不对 当时你是拿鸡毛当令箭 所以今天我大胆的告诉我们的刘正东 不要每天画大饼 这个饼啊 不是学校小时候我们吃的盐饼 一动一下就破了 你画的大饼要画的比较有逻辑一点嘛 当时你讲到怎么样 哦我们过了 我们吃正之后 我们马来西亚人不需要到新加坡去工作的 最近他的同门兄弟又来了 哇我们做了政府过后啊 我告诉你 新加坡人变来这里当辛劳 哈喽 我看这个人应该是吃人说梦 半夜吃黄瓜 对吗 你本身真的是把这些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他怎么样叫你们来治理我们国家的经济 各位 张秀福的整个正刚丢出来 他的这一个整个宏愿 在这个选期如何打造 他过去在这个选期拥有很多的服务中心 很多的助理 我想他是我们所有马华基层的楷模 这样的领袖你不支持 还要支持谁 对吗 喂 整林山或者是一山那不是不对 不是只欠东风啊 今天不是吹东风啊 要吹西北风啊各位 对吗 因为我们一个西北高辣的张秀福 所以那些要买完之的 4896 西北高辣 觉得这号码不会开 还可以开6296 拉基高辣 再不可以就9696 高辣高辣 我不是叫你买完之 我叫你说 给他支持 不单单要西北高辣 要拉基高辣 要高辣高辣 支持我们的张秀福 好不好 各位 话说回来 这次的选举非常重要 刘振东已经是柏林的州员 是柔和州反对党的领袖 他是整个行动党州的老大 哈喽 你做了YB 为什么不能够让张秀福在这里 也做YB呢 对吗 他220千的选民 由他来服务 他是土生土长 道地的整林山人 为什么不可以张秀福一个机会 对不对 再说 在这个马来西亚政坛21世纪里面 只有一个人 是在2008年 2013年 2018 2012 四个大选换了四个选区 这个人马来西亚建立师记录 可以记录他的名字叫做 刘振东 对不对 2013 尾气他为了朗路给Ghani来打 他把一切的这一个呢 当时的尾气吞下去 我心尝胆 2018年 当时一道海啸 对到Uncle Lim 他输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今天2022 各位张秀福这一种呢 不屈不挠的精神 就是我们要给他支持的最大原因 各位张秀福 我说了 是华人马来的印度人 都非常爱戴的一位基层领袖 他来这里不是画大饼 他是要跟替大家勾画一个更美好的 对吗 他肯定是一个呢 跟林吉祥不一样的 人影没看到 还要寻人启示 但是这个你不用寻人启示 你找不到他 那是你头脑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人呢 整个选情一跑透透 对不对 可能你找不到他的原因 只有一个解释 当天忘记戴老花眼镜 没有老花眼镜找他 他中选过后呢 如果你需要 不要讲老花眼镜啊 你要尽是眼智都可以啊 各位 因为他是一个观察入围 对选期照顾的无为不知的 一位呢政治工作者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就算时间不多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作为马华总会长 我来这里求求大家 给杰森丢一个机会 他肯定是一等一的号码 一加一等于二 他是二号的候选人 各位 你说 马来西亚政坛里面 像张秀福这么优秀 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再加上自己呢 又肯做会做爱做懂做 比起刘正东 不会做不爱做不懂做只会讲 各位 那我觉得你的选择非常的清楚 就是张秀福 就是张秀福 好吧 你看 这是我们打出来的主调非常清楚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稳定前进 各位 稳定前进也就是在我们周 这一次的周选所选用的同样的主题 为什么我们继续用 因为把四个字变成六个字 更容易读 就是 稳政局 聘经纪 六个字 你问问所有的华人 包括马来人印度人 他们要什么 还有 不要一张票再换三个 三个首相了 再来明天后天又再换部长了 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样走下去 我们也不知道 各位 柔和州当时在2018年只赢17个国阵的议席 这一次 当哈斯尼面对27对29 那只老虎跳来跳去 变成壁虎的时候呢 28对28 我们怎么做 好了 我们就还赠一命 由人民来决定 结果我们大赢 40席 我们取得超过三分二的优势 今天政府稳定 我要告诉大家 上一届马华 拜到找不到路的 我们一席都没有中一席 这一次我们从行动党手中 拿过四席啊 胜了四席 这四席并不简单 你看秀福 刚才问他华人多少 他说这里47% 第一个州选胜出的是 我自己属下的永平 叫刘正东 不敢对阿隋的 58%的华人 7%的印度人 35%的马来人 上一届输 5089张票 这一次我们反败为胜 赢得2741张 哈喽 那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 我们在蔡志勇的 这个拉贝斯区会 属下的Berko 他也是一个的 常败军 输了两次 永远就是拿40多巴仙 各位 陈中这一次我说 你就来一个 颜文龙精神 以前怎么样把林几祥打败 他就是靠那种 怕死无罩 求票 结果以3389张票 在马六甲击败林几祥 赢得周一死 这一次陈中 在这个接近50%的华人选区 18%印度人 29.5%马来选区 赢得3567张票 黄日生属下的选区 陈永明 44%华人票 庭汉 他的选区在巴罗 华人家 印度人43% 马来人 53% 马来人 47% 各位 这四个选区 华人呢 都是相当显著 相当多的 所以 以这个周选的例子 让我们鼓励张秀福 这47% 要突破 绝对不是一个梦 我们要 真的是呢 倾全力 确保我们这次可以赢 因为柔佛州 当我们夺过了政权 3月12号 我们在3月20几号 成立了这个州政府 到6月30号 我们就比那个第一个 很多州是六个月 柔佛州只有100天 但是我们吸引外资 1233亿里面的国内外投资 1233亿 柔佛州就拿过了 609亿 一半 证明什么 有稳定的政府 政局稳定 外资有信心 国内投资有信心 没有太多不稳定因素 所以他们来这里呢 放心的投资 人民的生活会更好 更多就业机会 更多的从商机会 各位 这就是柔佛州 我们做到的 对吧 所以你看 当我们在柔佛州 已经把这一个 本来的理论 变成实践为一个呢 真的今天 已经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在中央 再把柔佛州 那一个精神 那一个 我们说 已经证明 可行的方案 带到来中央 让我们稳定政局 搞好经济 同样的道理 希望更多的外资 能够进来马来西亚 中国 印度 跟国阵政府的关系 肯定比西盟好 对吗 对 大家如果注意到 在2018年 国阵倒台的时候 有一个IRI 美国共和党基金会的领导 他感到很自豪 他说过去就是我们美国人 给反对党很多资金 来对抗政府 终于把马来西亚政府 执政了几十年的政府 拉下台 现在我们跟他关系很好 这句话你再去听三次 你会得到那个启示 为什么他们上来 上台就砍中国的project 然后跟印度又吵架 骂印度各位 中国跟印度的人口 加起来不是很多 28亿啊 我跟你说 40多巴仙啊 他跟你买一只牙签 一只没料 各位 赚到那边投降啊 各位 所以我说 我们的务实的外交政策 我们懂得怎么样搞好经济 这些日子以来 我们知道在对抗疫情 相当的辛苦 但是只有有经验的政府 好像国阵的政府 我们会做得更好 大家说 这一次 还有人给你怕了 刘振东又在那边发表伪论了 我告诉你 这个赢了之后 一定是Zahid做首相 各位 今天 再听多一次 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梧桐领袖 从Zahid本身 Dokmat本身 Johari Ghani 前任的第二财政部长 我们的州务大臣 Hasni 魏家祥 Vigness Warren 全部都说 国阵已经一致 只要我们在这个19号 真的是执政的话 那一个首相人选 一定是 Ismail Sabri 所以你看 他先跟你算命 他说不是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事情 可以攻击Ismail Sabri 你知道他们要钱的时候啊 他就找Ismail Sabri 我们选去合作啊 我们可以一起支持你啊 所以你给我300万啊 拿了300万 所以你这一身丢 你是人家有300万在这里用之后 你是缺乏那300万 你是在烈士的情况底下呢 直追啊 所以你要给他掌声 嘿 所以 当时他要钱的时候 你知道我做反对党 我讲吗 我在国会啊 我讲什么 嘿 minta tolong啦 kami pembangkang dulu manifesto PH shut up semua kawasan kena jaga sama rata kena adil 你看不 有几个 这个 Malayuan不是很行的 那个 火箭的医院 哈喽 哈喽 lun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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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cle PH 你看 他这样跟你讲啊 你自己宣言里面讲的 所有的这一个 拨款 一个公平给的 最后是谁做给你 是现在的中午政府 做给你 对吗 哦 他讲 你看我们可以让他们来照顾选取 不的 你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要求 他好像把我们当作气概 他们拿300多万 反对党的议员拿100千 我的学校50间 我的回教堂 起早室呢 有133间 再加上我的神庙 印度庙 还有100间 哎 100千怎样给 一个团体给300 他们是1万 2万 3万 5万 所以 Jason丢在那边气喘 哎呦 他们这样有钱啊 各位 这些都是 It's my story 做首相之后 他们为了跟政府合作 他说我的条件就是我要做这个 我们也觉得 好了 照顾选取啦 我们也不分朝野啦 但是最终你看 还是他会骂政府的 我们不管 但是我们至少心安理的 所以 之前有人拿到的钱 这是当时首相 我们现任的首相 给反对党有这个破款的 不是他们做政府的时候 分给反对党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讲一套做一套 东风破啊 我不知道破什么啊 看来看去 看来越去 越看越破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的破绽百出啊 他一下讲说 我不要顾忌 马来人的感受 哦哦 他们的人又说 哎 其实哦 我们不可以太快的 太快这个西门正 委员倒台 你自己讲 我们不会拖你带水 我一定会这样做 一定会这样做 你讲的哦 没有人用枪指着你的 但是最终 你们本身的 自己违背 自己的诺言 这就是 行动党的 这一个呢 虚伪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 我再次要求 我没有什么要求 我只希望 19号那一天 编号22号的 Jason Dio 可以胜出 我们的 Iskandar Puteri 我只想叫 Jason Dio YP Datok Jason Dio 我只想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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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ovember Nanti 跟berkat usaha kawan-kawan kawan kita Datok Amno Saudara Hairi Malik Da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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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n-kawan Kawan-kawan Kawan yang Hadir pada hari ini Pastikan Kita bagi undi Kepada Datok Jason Dio Kita tahu Kawasan ini Bukan mudah Tapi Kita tetap Lawan Kita tetap Lawan Kita ada Seorang Panglima YP HBat Berani Lawan Memang Tak pernah Tak pernah Gentar Jason Dio Jason Dio Jason Dio Kita Bantu Rakyat Rakyat di Perling Don Perling Alau Liu Cintong Balik ke Perling Buat Servis Betul-betul Di Perling Tak payah Bak kacau Dia ketua Pembangkang Di Johor Biar Dia jadi Menjalankan Tanggungjawab Sebagai ketua Pembangkang Biarlah Jason Dio Jadik Wakil Rakyat Parlimen Bagi Kawasan Diskandar Peteri Kita akan Bawa lebih Banyak Kemakmuran Disinilah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Sebab itu Saya minta Supaya Tuan-Tuan dan Puan-Puan Bagi Doa Restu Kalau Balik Sebayang Ane Kasih Sebayang Kuat Kuat Bagi Kawan-Kawan Melayu Tolong Restu Dandoa Bagi Panda Jason Tio Bagi Mereka Yang Tua Pekong Mana-manalah Dewa Yang Kamu Sembah Tolong Supaya Datuk Doakan Datuk Jason Tio Boleh Menjadi Wakil Rakyat Di Peringkat Parlimen Bagi Iskandar Puteri Jadi Oleh kerana Malam ini Saya kena Kejar Ke Kulai Bersama Dengan Yang amat Menteri Besar Dan Lepas itu Saya balik Ke kawasan Malam ini Saya ada 13 ceramah Di kawasan Saya Jadi Sampai 12 Tengah Malam Lawan Tetap Lawan Lagi Tiga Hari Kita Lawan Boleh Saya Katanya Undi Siapa Semua Jason Tio Undi Siapa Undi Siapa Undi Siapa Cina Cakap E How India Cakap R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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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 Jangan lupa Kena Sokong Kita Punya Calon Datuk Jason Tio Saya Sekali lagi Selaku Presiden MCA Merayu Kepada Semua Warna Parlimen Iskandar Iskandar Puteri Memberi Peluang Bagi Dato Jason Tio Menggantikan Limpi Siang Yang Besar Peluang Telah Kita Berikan Kepada Limpi Siang Inilah Masa Kita Berubah Berubah Dan Beri Peluang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Untuk Mewakili Parlimen Iskandar Puteri Boleh Boleh Saya sebut Undi Kamu sebut BN Undi Undi BN Undi BN Terima kasih Sia-sia Bika Nandri Terima kasih Kami Mengucapkan Rima kasih Kepada Danul Seng NGF Dr. Wika Seng Kep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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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pada